今天是大鹏搭建的一点点收尾工作了 马上就结束了 先来看看我们的姜豆和四季豆吧 我们菜地的这个姜豆 你看看已经长成这么高了 我们是一窝栽的四棵 现在他们也在开始爬藤子了 这几块地还没给他搭支架呢 哇 看我们的姜豆 看我们的四季豆 哇塞 已经长得这么大一盘了 而且他们已经在爬支架了 之前有人问四季豆要不要打支 四季豆和姜豆都不用打支的 他们的藤蔓让它往上爬就好了 藤蔓越多 枝条越多 它结的果子就会越多 就越高产 那么我们要做的什么呢 一个是要给它搭支架 其次的话要给它引蔓 引蔓上架 有时候它并不一定会自己沿着这个支架往上爬 它有时候可能像个八爪鱼一样的 到处真的都是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给它盘绕在支架上 后续的话 他们自己就直到往上爬了 我们之前这里不是铺的是白色的地膜吗 温度比黑色地膜的温度要高 但是它就会长草 这里面现在好多草呀 到处都是草 这的草已经拱起来了 拱起来了 这个门 这个门已经反攻了 现在昨天是只有四根柱子 是因为那个商家跟我们说错了 后来我们又反攻 把它拆下来 今天给它改成六根柱子了 就耽误了我们时间 今天搞大棚第三天 收工了 现在是八点钟了 又是八点钟 空包的包 偏偏还剩不到新生的凉果 我们的姜豆都已经长疼慢了 我们是一窝栽的四根 这个还算是矮的 有很多长的都已经扭成麻花了 已经麻花了 我们的根子要擦 对不擦 对不腾的 我得你 你还吃饭了 你嘛 这个西红柿没有搭支架 现在也是歪歪扭扭的 而且这个旁边已经长侧枝了 这个侧枝要给它抠掉 还没时间来弄它了 西红柿一定要打侧枝了 长得还是很粗壮的 你还记得我们当时地栽的时候吗 很纤细 很谦细的一根小弱弱的苗苗 现在已经长这么粗了 大概有我的小指头这么粗了 到后面会越长越粗的 而且这个上面已经有点 要开花的迹象了 看 又开花了 这是第一层花 去年应该差不多开了有七八层花 这有个钩可以洗脚 有个大 我的衣服 你把你背个石膀拿个袋子 抢个 不是的哦 抢个那个 我猜狗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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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狗花子 我猜狗掌 我猜狗掌 老爸这个造型 想不想要去掏米的 掏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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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 这都是八十几公斤 月一米 得不到月一米的 它只能长 回家吃饭了 起我的小摩托 不能抖到 快抖车 小摩托也堵车吗 要走越南去 越南快抖车 这不是越南一样 嗯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我没骑我有一点小 回来了 吃晚饭了 我自己要千万十几 你穿这个衣服更黑 现在你 你要穿黑色的衣服 是吗 黑吧 老爸这样才晒黑了 还是说他穿的这个衣服 显得皮革黑 我妈妈做的这个 咸鸭蛋都已经出油了 好好吃 特别香 今天我们吃的是新米 这个鸡肉 好 吃等药 茄子 茄子在发脾气 这个红线蘸是用猪油炒的 好痛啊 不行吃 我看这个汤很好地的 不是啊 你整年不要汤啊 有什么 我解心一看 fas 我不想吃羊果了 我许你吃了 蜡肉在哪里 碗都切了 蜡肉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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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将这个武功是不是到首领寺修炼过的 是吧 确实 几十个都修炼的 在地球上修炼的 没有在首领寺修炼 今天捡到四颗鸡蛋 先做四颗 我们的鸡小鸡爪子长了很多圆圆的疙瘩 这个应该是感染了一种什么病毒 死掉了 死了好几只了 不认识的朋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 长了疙瘩 黑色的 像驴子 狗狗狗狗 sposób 你不想把鸡蛋捆不住 捆不住